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 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 愿上帝的话 每天提醒我们 并且帮助我们 更多的去认识 看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珍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深知 你赐给我们生命当中 许多的宝贝 然而往往我们去忽略 不去珍惜 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更深的明白 你的心意 并且提醒我们更多的知道 你要我们去珍惜 我们生命当中 身边所发生的这一切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 先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记载在 《创世纪》第九章二十节 到二十四节 挪亚做起农夫来 摘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 变醉了 在帐篷里赤着身体 迦南的父亲 看见他父亲赤身 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伞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伞 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 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愿上帝帮助我们 重新去听见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话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当一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 其实都好像一个风中的蜡烛一样 而我们生命当中 就好像最近所发生的 一个年轻人 无缘无故 闯进学校 并且用刀子 画了一个孩子的肩脊 一个脖子上 使得这个孩子 就这样不幸过失 这件事情引起了 我们台湾社会 几乎是众人的愤慨 因为双方互不相识 而年轻人 居然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去残害一个孩子 而他为什么会引起公愤 以至于那时候 甚至街里的街上 乡里的这些人听见了他要去到警察局 所有人都围着警察局 想要打他一下 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多的公愤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好像是风中的蜡烛一样 我们应该知道刚刚点起来的那个蜡烛当风一吹 他如果没有受到保护 他就会很快的熄灭 但是刚刚点起来 因此当我们如果用手一遮保护好他 他就会真的慢慢烧起来 并且能够烧到那个心的中间 事实上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是如此 我们需要去珍惜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 而需要珍惜的事情 其实就在我们社会当中慢慢的消失了 因为我们的社会充满罪恶 这些常常来自于仇恨 疏于管教跟暴力 更要紧的是我们无法去珍惜神圣的事物 对基督徒来讲明白 我们的身体就是神圣的圣殿 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王国 而嘴巴是我们的玄关 眼睛是我们的扎门 我们需要更深的去珍惜我们的身体 更深的去珍惜我们的心 我们的嘴巴跟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去滥用它们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是 那个践踏珍珠的猪 这是主耶稣所说的 我们往往像那只践踏珍珠的猪 而不知道它的宝贵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节 也正是如此 挪亚离开了那个水患 跟他三个儿子住在一起 而他酒醉 他酒醉并且赤身肉体的就在帐篷里面 然而迦南的父亲 看见了他的爸爸赤身肉体 他没有想要去珍惜跟保护他的父亲 反而出去用轻蔑的态度去告诉他两个兄弟 而他另外两位兄弟是怎样做 怎样的动作呢 他们背着他赤身肉体的父亲 而进去用衣服帮他盖上 事实上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 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珍惜父亲 并且珍惜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尊重跟情谊 而这种珍惜往往是我们在人跟人之间当中 人跟万物之间 更重要的是人跟上帝之间非常要紧的元素 如果我们服务列的这个 我们就会破坏这中间许多的关系 愿上帝帮助我们真的珍惜 他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这许多的珍珠 珍宝 而这些宝贝的事情 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看见孩子的笑容 看见风吹 看见日头晒 其实这都是上帝所赐的宝贝 看见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 而当我们一旦忽略了这些 或许我们就会遭到像韩这样的一个咒诅 他被咒诅了 并且得到的更不好的惩罚 愿上帝帮助我们远离这些 并且珍惜在我们当中所发生的重要有价值的事 我们一起来拜告 亲爱的上帝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我们平常是怎么轻忽 人跟人之间 人跟万物之间 以及我们与你之间 我们常常轻忽 这些宝贝的事 主就帮助我们定睛看见 我们可以定睛看见我们的身体 得神圣跟圣洁 并且定睛地知道 你所赏识给我们的宝贝 是何等的价值 就求主与我们同在 祝福临在我们生命 以及我们生命所发生的这一切 我们在这里 先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